終於來到Pubboy of Boy 在我做這個天安門黑天鵝事件最最最終終終極極的講解之前 有一個小小個人故事想分享 話說我現在錄這個背景講解 這個聲帶的時間是2021年10月27日凌晨1點多 在幾個小時前 即是26日晚上發生了一系列的事情 我大概在67點開始完成Pubboy of Boy那份講稿 其實這份講稿已經有很多基本脈絡 什麼都好 但我60點多開始慢慢潤色 很多的加加減減 然後連一些搞Gag的位置我都會去寫 當然有時我一邊說話的同時 如果我真的去讀稿的時候 有時有些很隨便的位置我都會去臨時搞Gag的 如果那些位置忍機一族的話 但你知不知道我是認真到 我連哪些位置可以吃到哪些Gag我都會去整定 還有我又會去做很多的Color Code去提醒自己 原來這個位置我要去放Q Card 然後又要開始去做那些Subtitle 因為我現在開始會有些新的Terms 會做字幕給大家看 然後還有哪些位置要去轉那個背景圖 我連那個時間全部都算得很精準 然後我一路兩三個小時就在這裡搞搞搞 好 然後我這麽多年做學生的導師都有ınız的經驗 就告訴我 當你用Microsoft Рode去打東西的時候 不斷是Ctrl S去刦除那些東西 好 然後我這兩三個小時就等于看到Ctrl S obstructed 搞搞搞搞大約十和多 那我就 Provocup我想要去吃飯了 因為我連飯都未吃 那我就消了它 那但我很自然消了它 我之前很利用一條CtrlX 然後它也沒有彈出來問我 你不保證,不保證,不保證 但我不知為何我心裡覺得怪怪的 之後我又打開它 啊我頂! 它竟然給我一開始六七點幾的版本 即是它期間什麼都沒有給我保證過 即是那個基本的版本還在 但我中間的潤色、QCast、Color Codes 全部都沒有了 我生氣到爆炸! 所以我首先想在這裏提一提大家 麻煩記住 水星逆行是還未完結的 首先有那個口音領期 沒有記錯是去到11月3日 還有我上次在成龍造風面的影片 專門講今次天秤座水星逆行 我都講了今次的水星逆行 因為 via combustor 的影響 它真真正正會去到什麼時候完 果然我糟糕了 所以我希望用一個過路人的身份 去分享給大家知道 我希望我這個 憤怒是可以感染到你 當然我們不希望用一個負能量去感染到人 但我希望你會明白 麻煩你小心點 我真的想一下跳下去 好啦 那之後就去求大家的意見 所以如果你們有看我Facebook 或者我Mivi的個人帳戶 或者是group chat 都會知道這件事發生 然後有些粉絲在group chat教我 多謝他們 那以後 即是 正在書籍的話 最後要保存 都不要只按 你最好是 即是保存到一個新的檔 然後我也覺得 以後呢 即是這個死人Bill Gates 這個黑色人 以及Microsoft的東西 我真的會杯葛它 我以後用Google Doc 同時呢 我有一個很深的感悟 我忽然之間想去告訴大家 是很樂觀的 因為它就是很符合了太陽射手座的樂觀積極性 因為我 當然一直很生氣 其實我到現在都有點生氣 但我會安慰自己 那其實 經過視像一致 當然我也學會了SafeX 用Google Doc 但是 我要怎樣去面對這個難關呢 說真的 兩三個小時的心血不是小事來的 尤其是我做事這麼認真 我要怎樣去面對這個 即是不要說難關 但是這個 心理障礙 這個 令人 腦髮充觀的 糟糕 那我就去安慰自己 其實可能那天想去 都逼我 要改變 即是不要 每次 那些東西全部 打完 打完這些稿出來 對 我知道是很Fullproof 是很Waterproof 但是 很浪費時間 是不是時候要改變一下那個模式呢 所以 其實我都說了 26號晚上 就是我一路做的那個潤色 都是剛剛的事情 是不是 都算是剛剛的事情 我現在都還沒睡 我趁記憶猶新 那我就想告訴大家 其實我以下的稿呢 當然我 用回 舊的6點幾 就是什麼潤色都沒有搞過 那份Draft的Bullet Points 我會看到那個脈絡 但是中間的內容其實很多都沒有了 但是我就想試一下挑戰自己 逼自己的腦袋去轉 不要什麼都在那裡看稿了 還有北京那份稿是我帶出來的 人是有什麼最要緊呢 電腦都不夠人 就是我們有個大腦 那我其實 我希望大家會原諒我 我接下來 很多東西其實都是 一路看回我的底圖的那個發展 還有小小的Bullet Points 就去提我中間講的內容 那所以如果有掉漏 大家要去多多看 但是這個也是我給自己一個挑戰 還有可能我以後 那個模式都要改一改 因為每次打一些很長的稿 其實真的浪費我很多時間 但是如果今晚做得好的話 我希望可以是為我 就是以後的人生 起碼這個事業的那個發展的路 去展開新的一章 有時候真的不用這些東西說 做到這麼完美 就跟著他去做的 摸著石頭過殼 也是自己可以去學會的一個價值觀 然後我自己的這個經歷呢 其實就 提醒了我 因為我以前是讀字學的 一篇文章 就是 裡面那個經歷跟我很相似的 就是說 一個人 你做了一些很辛苦很辛苦的工作 那 然後忽然之間 你覺得 他又要重頭來過 你會覺得這個世界好像很荒謬 很無意義 那篇東西差不多是 那篇東西是一篇哲學的文章 那他就探討自殺的 就是我今晚 我曾經有半秒這樣的念頭 因為真的生氣了 那篇東西最後就說 其實 人生的意義呢 是 外界有時候很多 就是很多 會發生 很多很荒謬的事情 但是 最後那個意義呢 是自己賦予給自己的 你只要有一個信念 你覺得 每一樣東西 其實 他有一個內在的價值 他有一個內在的分 價值 就算這東西本身不是分 其實你都可以去 去安慰自己 其實這件事明明發生了 你真的可以喊一晚 但是 我不選擇去喊一晚 那我就去 找一個很積極的方向 就是說 不如我逼自己 有時候試試臨場爆肚吧 看看那個表現會怎樣 是不是 那 我想去分享這篇文章 給大家看 那你們可以一路看 我亦都一路讀 算是免人亦都自免 勉勵大家 亦都是我對自己的一個 以後人生的一個小小的 警惕也好 提示也好 我留下 Sisyphus at the foot of the mountain one always finds one's burden again but Sisyphus teaches the higher fidelity that negates the gods and raises rocks he too concludes that all is well this universe henceforth without a master seems to him neither sterile nor futile each atom of that stone each mineral flake of that night filled mountain in itself forms a world the struggle itself toward the heights is enough to fill a man's heart one must imagine Sisyphus happy Bye Albert Camu 好 現在 終於正式 入正題了 好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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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麻煩 打開字幕 因為跟上次 A of B一樣 有些什麼不是中文的terms 我不會轉出來 而是在字幕帶出來給大家看的 好了 上回提要 即是在部分A of B 提要到 太陽位於十二宮 在一個西洋星盤裏面 太陽位於十二宮 就仿如天子 在一個深山丘谷裏面 呼天不應 叫地不聞 而這個議場 更加是跟 中式小六任的榴槤榴槤裏面 講的 榴槤是難成 求無日未明 雙影成翠珠聯迫合 我們今天 在這個部分 Boy of Boy 就繼續去看人PK最開心文 正所謂 我們就繼續去看 更加去用一個理論 去解釋給大家知道 為什麼這個天子會PK 究竟太陽位於十二宮 是如何的 不堪 麻煩看一看 踏狗的方向 記不記得 上次的中文星盤 有一個asc線指著 處女座 然後在那條環線上面 就有一個日字 很明顯現在 有一個圓圈加點 這個就是一個太陽的符號 這個太陽就是位於 處女座的十二度 但同時也是這個盤的十二宮 搞清楚 有一個深色的阿拉伯數目字十二 那個是degree 道數 但是在這個盤比較入面一點 那個淺灰色的十二 就是那個宮位 十二宮 OK 千萬不要搞錯 總之任何深色的數字就是道數 所以也都例如 你看看 在這個圈的最外圍 有一個十四 十四三一 很深色的十四 這個數目字 它就說 原來這個asc 我們叫上升 上升軸 就踏在處女座的十四度 三十一分 是的 好 也在這裏再次提醒大家 原來日 這個太陽 就是天子的 我們會叫它天然代表星 或是自然代表星 Natural Significator 現在我們就儘管去放牆雙眼 看看這個天子如何的求謀日 你明白了 原來我們要知道 這個盤裏面 很多的星都是正分的 原來在古典占星 我們是可以幫一些星去打分的 我告訴你 在這個盤裏面 全部星都是正分的 偏偏太陽和月亮是零雞蛋 我們現在先說太陽 因為它是天子的Natural Significator 偏偏是零雞蛋 為什麼是零雞蛋呢 我們統稱 零雞蛋的意思就是 它叫做運作不良 Malfunctioning 但是Malfunctioning 它更加深入的意思就是 含糊不清 沒有秩序 不順利 不受控 這些東西聽到 是否跟小鹿任瓜 流連是難成 非常之呼應 如果你想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它會運作不良 拿零雞蛋呢 我告訴你 原來看這個公位 它是位於我們在古典占星學 叫一個Cadent House 果公的 結果的果公 你看字幕 什麼叫果公呢 但凡3692 這四個公 3692都是屬於果公的 這個天字 就在它的環境之中 感覺到非常疲倦 非常無力 很卑微 亦都受到忽視 何況 現在這個天字 還要在ASC線的上面 如果我們在 我們用我們 望盈光幕的這個角度去看 這個太陽就是在ASC線的上面 但是如果 你當你 你是站在這個盤裡面 其實原來它就是在這個 ASC的身後面 就是怎樣的意思呢 因為你看看這個盤 是逆時針去走的 一去到十二 一二三四 總之逆時針去走 那你用這個ASC線 做一個開頭 現在這個日 太陽 是不是 剛好就是躲在它 立即的身後面 那會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說 ASC線見不到 你想想 你現在 有人在你後面 很橫皮的請故 你貼一隻豬 貼一隻魚 貼一隻魚 貼那些公仔 April Fuse 那些 那 它貼我 你見不到你身後面 發生什麼事 那就是說 現在這個日 是受到忽視的 我們在尖聲學的術語 就會叫它做 Aversion 不合意 因為它正正是 Turning away 從這個上升線 為什麼我要經常去強調上升線呢 我可以告訴你 總之上升就是這個盤的主人 所以現在這個天子 就跟主人 但是這個主人代表誰呢 就是宇宙 整個環境裡面 那些主人們 就是不合意 現在這個天子 就Turning away from他們 所以 其實跟我剛剛說 那個果公的意象 是不是加強了 因為果公是說 他無力 悲微 受到忽視 現在說多次 你是Turning away from 就是 一大堆重要的人物 所以更加加強了那種 缺乏溝通 不受到注意的意象 何況告訴大家 原來十二公 是這四個果公裡面 最差的那個果公 即是三六九十二裡面 以十二為最壞的 在我們占星學 我們叫他做一個災難公 我給大家聽說 悲傷苦惱 充滿了困難和小人 甚至是一些偷偷地害你的間諜 小偷 總之是任何一些力場 不見得光的行為 以及一些危機 很多事情都會暗中暗中去害你的 就算不是別人去害你 原來你自己也可能有一些暗病 隱疾 會自暴自棄 有智慧的傾向 經常感到恐懼不安 心靈受苦痛 逃避厭實 不肯面對大眾 這些就是十二公 這個災難公的keywords 這條達九的針 ASC線 我們叫上升軸 其實在天文學來說 它就是地平線 記不記得我那次說 其實在這個天安門黑天鵝事件 其實是剛剛日出不久的 所以這個 抑日就是初升 但是我們都說 抑日初升 現在不是如日中天 所以是不是日未明 求謀日未明 就是說 好像外表很風光 剛剛升了上來 為什麼要升上來 為什麼要抑頭 因為它要面子 要面子 還沒寫到抑頭 但是內裡是空虛植物洞 即是你想想一個比喻 即是太陽 剛剛由地平線抑頭 即是好像一個人 即是用周星詞 我經常都引用周星詞 剛剛又說內裡空虛植物洞 現在呢 即是我用那句很經典 華安唐伯寶點周向 露出半個turtle頭 OK 即是你想想一個人 剛剛起床露出半個turtle頭 洗臉拆牙什麼都還沒搞 化妝又還沒搞 嘩嘩嘩一副卷容 死人樣 即是什麼意思呢 是啊 即是他剛剛抑頭出來 但他為什麼這樣都要死 死都要抑頭出來 因為他要威要面 即是你想想這個天子 他是不是最出名要威要面 OK 但是即使他外表多封關 他那個title是多麼漂亮 你知道他那個title是什麼 即是整個大地 算他是最大粒的 天字 但是十二公是說什麼 他暗中 他暗中已經受到很多的限制 喂 甚至告訴你 十二公甚至是可以說監禁 受到一些處罰的 OK 所以 Well like you never know 是不是 我怎麼知道 其實原來上面會不會有那些 即是更加大的 那些什麼deep state 可能是發生在我們這片神州大地之上 You never know OK 所以就算他外表是幾亮麗 但是原來內裡已經是非常之不堪的了 甚至呢 即是監禁的處罰 或者是有一些人 特意去善罰他 一些陷阱 以及他已經犯了很多的錯誤 通通這些都是這個十二公 災難公的一些非常之明顯的元素 好消息 就一浪接一浪 這個天子位於十二公 也都有他退休落馬的一個含意 當然退休就是 退休就好些 可能自願 但是說明落馬就是被人去拉下馬 那為什麼十二公會有退休落馬的含意呢 因為他是十的三公 什麼意思呢 他是第十公的第三公 聽不聽得懂 我再講清楚一點點 你試一下由十數到十二 十十一十二 你數了多少下 你數了三下 原來因為在我們占星裡頭 十就是屬於事業權力地位 但是由十走到十二 即是他跳了三下 記不記得我們說過三是果公Cadent House 所以就是說 一個人的事業權力地位 又是走到盡頭 所以就會受到一些輕滅 戰士 所以 唉 這個天子 看來都很快會沒有 但是無論如何 我想說 多說一次給大家知道 這些窩女鬥 龍女雞作犯 我們大眾是未必見到的 因為說多次 十二公是一些陰陰暗暗 隱隱蔽蔽的東西 不是open to our public's eye 這些東西不會在新聞那裡報的 但是原來 因為我們透過玄學 就可以見到 這些 即現在這個天子 是經歷一個龍女大混戰 是受到很多人的排擠 然後它有一個非常強烈的疏離感 聽到這個時候 我溫馨提示一下大家 可以去喝杯熱茶或者暖水 因為 你們只會越聽越深涼 我擔心你們良親 一不離異 我們剛剛上面說完 太陽在十二公怎樣衰 現在就說它在處女的十二度怎樣衰 原來太陽在寸女十二度 我們叫它是一個paregrine的位置 paregrine這個字 在今時今日 是解一些類似柔准 那些什麼雕 那些什麼蠻琴 那些什麼蠻琴 但是原來在古時的英語 就是解一些 一些 foreign outlandish的東西 即是一些外來的陌生人 那些 即是異國人 那它那個 那個 那個 能量 就是說 它很沒有歸屬感 很沒有安全感 對這個環境 感覺到 真的很陌生 它必須依靠別人而活 它不能夠 獨立 成為一個健全的個體 所以 你可以看到 原來現在這個天子 是在一個 多麼疏離的位置 在它身處的環境之中 那 講得明白 它需要依靠別人而活 那它要依靠哪些別人而活 根據占星學 原來它首先要依靠水星而活 那水星在哪裏呢 麻煩看一下 手指仔 螢光幕 即是螢光幕的手指仔 我好有心給大家 那水星呢 現在就位於天平座 的七島 在這個盤的一宮的位置 那我們就叫它是一個 house of joy 喜樂宮 那就閉了 對誰閉呢 是對太陽閉 水星自己當然是開心 說明它是一個 起落joy的宮位 它不閉的 它很開心 但是為什麼這樣會對太陽閉呢 因為 水星自顧自緩落 它自己起落就行了 它怎麼會照顧那個太陽呢 何況 咦 我們看一下 水星 是不是在太陽的前面 那就是 太陽在水星的身後面 記不記得我們之前說過 那個不合意 Aversion那些東西 是不是 就是我在你背部貼一隻烏龜 你怎麼會看到那隻烏龜呢 那所以呢 現在 水星不單止自己很happy 它 I mean 即是很happy 你可能你都會留意到一個人 但是你可能自己比較懶惑 你很happy就自己去玩 但是根本 不只是這樣 根本是in the first place 水星是見不到那個太陽 OK 因為太陽 是躲在它 immediately的身後面 因為 喘女座 剛巧就是在 天平座 前一個星座 是不是 記不記得 因為我們是逆時針 去數這個盆 那原來 我們這些就是叫做 盲點 not beholding 或者我們可以說 水日兩星 是形成不到一個 叫做bearing 好 那你說 那它和我什麼不合意 Aversion 有什麼分別呢 裡面有一點微細的分別 但是我在這裡 不講那麼多了 總之無論如何 就是說 根本 水星對太陽的那個困境 險境 絕境 是完全沒有意識的 它沒有意識要去幫它 好了 那我們再多一層 其實太陽不單止去 因為它是一個peregrine的位置 那它要依靠別人 它不單止依靠水星 它都還可以依靠金星 那好吧 我們不妨去看看金星 又麻煩你 看一看螢光幕的那個手指 Again 金星 都是在天秤座 在23度 是不是又是not beholding 是不是又形成不到bearing 去到這個這麼糟糕的境況 我們甚至有一個名字 就是說 它是沒有habitudo habitudo 是一個拉丁文 就是說 就是完全跟你是沒有拉丁的 沒有親沒有識沒有血緣 所以這些任何的星 對於太陽 都會拒絕援助 拒絕供給東西 提供一些物質的幫助給它 所以大家說 根據這個古典占星卜掛盤 太陽的警方 是不是跟小陸任說的 榴槤線難成 求貿入未明 非常之配合呢 現在麻煩你